林兴如来匆匆去匆匆 在工作人员开录下快步离开现场 看来身陷还珠格格历史的 纯枪舌战之中 还没有恢复好心情 呃因为为了公益活动 是 反正你也是制作人啦 应该大家听你的 没有没有我也真的很早就请假了 林兴如曾在康熙来了 透露周杰在拍戏时强行舌吻 不料多年后周杰救世重提 发文指控林兴如污蔑她 因而掀起一连串网路论战 连剧中的苏友鹏和陈志鹏 也都被卷入这场是非 让林兴如只好关闭微博评论 也是跟后面背板一模一样复刻 正前方这边 诶诶她开始觉得 诶这个人好像怪怪的 好像跟我妈长得不太一样 出席公益活动的林兴如 活动结束后 也在工作人员保护下 快步离开现场 不愿接受媒体访问 但没想到的是 周杰将在11月参与话剧 北京法园寺在台北的公演 看来这场还租之乱 短期还不会结束 希望明年有个更好的成绩 谢谢心如 辛苦你的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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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